里长洪温满认真模拟防灾演练 集结社区防灾组织将任何灾害可能发生的状况演练一遍 由里长带领社区居民还有台湾大学推动的防灾生根计划 帮助民众了解灾害来临时要如何应变 在救灾单位接获通知赶到现场前 能够做些检疫的抢救措施 因为现在社区里面就是我们现在防灾 尽量是往社区里面去宣导 那比较简单比较简易的救灾 我们希望能够由里这边开始来做 所以我们今天信念这个社区防灾的主要目的是说 也就是说主要是自己的家园要自己来救 那你如果有遗力的话再去救别人 这是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今天是因为根据双北合作方案 我们今天做一个观谋 那新北市那边三峡土城那边也会派他们的防灾设计来观谋 那我们今年还有一个万华区的保德里那个里长 洋里长也会带他们的人来这边参观 所以我们做一个示范的演练 那我们演练的项目 有疏散必然里面救护抢救等等 这次防灾演练包括帮助受困大楼的民众疏散到安全的场所 还有调动救灾小组将入宿移除 也模拟了火灾发生时社区防灾小组背着灭火器紧急到现场灭火的情形 首先感谢小组有这么好的资源 在我们设计在砸根 那不管是灾害发生或是灾害以前 在我们设计整个都要做一个预备动作 包括平常的一个灾害减灾 防灾减灾一个训练工作 以及平常有一个熟练的救灾技巧 一旦发生灾害的时候 我们会把射击的灾害减到最低 所以我们平常就要有这个训练 所以像这次台湾的话 我们因为有这个良好一个训练的知识 让我们的射击的灾害减少到最低层 而且第一时间就可以把整个射击来做附救工作 台北市万华区保德里里长杨美女 也带着李明到现场观摩 松山区区长也亲自到场观看研习情况 针对这次的防灾演练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希望将这次防灾示范带到社区 强化居民的救灾知识还有应变能力 记者问君台北采访报道 生活中谈恋爱 风购物 追韩剧 常常独享一个人的世界 耶 我终于买到了 谈恋爱了 有时分享比一个人独享更快乐 BB宽评让你独享自己的风采 与人分享生命的精彩 每月888标网120枚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购物金 上网搜寻BB 上网搜寻BB